大家好 我是大叔Pizza 今天要介紹舊英雄 艾爾文 重製他影片的原因 主要想講解一下SP形態 艾爾文是大陸上最著名的傳奇英雄之一 繼承了失落的光之沐浴血統 他從小失去父母 獨自一個人仗劍周遊冒險 偶爾的機會結識了真愛魔法學陀海恩 解救了光之巫女的尼亞蘭 從此為起點 寫了光輝軍團的傳奇英雄史詩 主角光環 一個有免費超絕的陣型 就是馬修黑毛 同樣同時自帶一個很實用的攻擊指揮 而且他的副職業能夠重新選擇 需要一個叫夢見之石的道具 艾爾文 他一個人包辦了暴槍騎三職的強力物理打手的角色 因為新追加的SP文就是騎職 雷加爾魔法攻擊 尼亞蘭 奶騎 寶斯 雷丁 蘭迪烏斯 坦克 全部都是定級之選 但是主角陣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成員人數太少了 聯動錯過的就不一定會復刻 而且 聯動不見得一定會有新主角加入 例如屈王的Overlock 另外 超絕暫時只有馬修一個人 但是 就有坊間傳言 這個SP馬修就會有魔劍版的主角超絕 光輝軍團 光輝沒有騎兵的時代 其實已經終結了一段時間 因為有羅沙利亞和海倫娜加入了 但這個SP牙爾文仍然是大注目 因為他可以用獨角獸 無視障礙地移動 野戰走5加4 以及光輝裏面有大量實用平民角色 例如主角三毛 傑西卡 海恩兩絲圖 克麗斯 南無 多不勝數 同時 聯動的英雄數量不多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看 即是絕版了的英雄數量不多 再加上送SSR的說理 可以說得上是光輝軍團是一個新手上落的最佳選擇 帝國 大陸第一騎士李昂 戰後退三格 仍然是PVE挑戰關的上客 相當是香 SP文他的天賦有一次條件式的不屈 與李昂相比 SP文會比較PVP香 大量實用的平民角色 譬如這個女司機雷蒂西亞 以及八位夢戰SR英雄都是相當實用 聯動的兩位SR 帝麗斯奧利華爾是非常非常好用 可惜相信已經絕版了 與SP文同日登場的羅澤希爾 即是水晶女王粉紅色頭髮 自帶帝國超絕的超強力保持 如果你是決定帝國上路的話 必抽回它 基本解鎖條件 生命傷防由這個SR海恩去解鎖 我相信入手問題不大 第二樣是攻擊智力 需要SSR尼亞娜去解鎖 推薦入手方法有兩個 如下 第一個是在10月6日 有尼亞娜 露娜 波站路的精選詞 說的是台版 第二樣方法就是 當你在骨王Overlock聯動 你在那一刻新創帳號的玩家 裡面有新增加系統 叫做新進許願召喚 你可以透過鎖定尼亞娜 方便入手抽到尼亞娜回來 心智基本level 4 劍職是部隊血量高於80%時 進入戰鬥後遭受傷害降低10% 槍職是與血量百分比低於自身的部隊交戰時 進入戰鬥後遭受傷害降低10% 騎職是主動攻擊進入戰鬥時 部隊遭受傷害降低10% 三個職業都是遭受傷害降低10% 三個職業其實都實用 當中以劍職的條件 就較為能夠經常發動到 心智基本level 7 劍職部隊血量高於80%時 進入戰鬥後傷害降低10% 槍職與血量百分比低於自身部隊交戰時 進入戰鬥後傷害降低10% 騎職部隊血量低於70%時 傷害降低10% 三個職業都是傷害降低10% 騎兵那個是不太現實的 因為SP的天賦在進戰前 就已經因為很大的機會 因為你移動了 已經將你的血量回復到70%以上 劍職與槍職都實用 當中以劍職的條件 較為能夠經常發動到 這裏想補充多一點騎職 因為現在艾爾文的3C始終未出 如果有機會艾爾文的3C是一招AOE的話 他就很可能這個騎職騎兵那個 深知基本就會發動得到 因為我們要看回騎兵那個傷害 提升10%就沒有說明是要進入戰鬥 即是AOE都包括的 SP天賦光龍的意志 主動攻擊時造成傷害和防禦提升25% 當自身兩格範圍沒有有軍時 就會無法被一擊致命 即是俗稱的不屈 這個每場戰鬥最多觸發一次 進入戰鬥前沒有移動一格 戰前恢復自身20%的生命 大於等於四格時會先於敵軍進行攻擊 即是先攻 這個天賦是一個SP形態騎兵的專屬天賦 如果當你艾爾文是暴跡或槍跡的時候 就會用回他的原身天賦 勇者的意志 這個英雄勝數是不需要重拆的 你可以想成一個概念是什麼 英雄本體牙爾文的星數是阿媽 這兩種天賦光龍和勇者的意志 這兩種天賦是兒子的概念 和全身天賦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光龍的意志的SP天賦 對星數的要求不高 低星都可以有好表現 因為低星同樣都會有條件式的不屈 和同樣都會有條件式的先制攻擊 除了兩格沒有有軍的不屈之外 其餘那兩樣都是需要主動進攻才能發揮出來的天賦 原身天賦勇者的意志 主動攻擊進入戰鬥時傷害提升30% 戰鬥後有100%的機率恢復生命 恢復量為英雄造成傷害的30% 傷害提升30%是夢戰來說屬於一個很高的數字 但要注意一下被攻擊時是沒有提升的 六星時100%機率戰後回血 主動攻擊或者被敵方攻擊都會回血的 只要你造成傷害的話 強烈建議這個原身天賦要練到六星的 因為五星時只有80%機率 關鍵時候永遠不會令你失望的 就發動不了的 所以風險都幾大下 練滿了六星 你的劍職牙二文 帶著這個重裝槍兵 我會覺得在大部分的雙刻情報下 都可以單打獨鬥的 職業 步兵有較高的攻擊 較高的物防 最高的魔防 最高的技巧 槍兵有最高的生命 和最高的物防 騎兵有較高的生命 最高的攻擊 較高的技巧 移動力有五格 如果你是想著衝鋒陷陣 或者趕路的話 就首選騎兵線 因為走到五格 但注意一下 騎兵就要用這個SP的天賦 和步兵槍兵的原身天賦 暫裝的打法就大有出入 如果你是資源有限的玩家 精東石優先練的次序 我會建議為 步兵和騎兵 然後最後練槍兵 光耀斌雜 主動使用時 自身獲得這個傳說之謠 艾爾文專屬裝備 觸發機率效果變成100% 持續1個回合 以及免疫效果持續2個回合 使用後可以額外行動3格或4格 4格的條件是非混合部隊 稍後解釋 兼且可以再次攻擊 使用此技能之後 在行動結束時 身上攜帶的強化狀態回合 不會減少 這是SP艾爾文的新技能 劍兵、槍兵、騎兵的職業 都可以用這個技能 基本上是必定配 這個艾爾文的專屬裝備去用 因為100%機率可以減CD5一次 免疫方面 敵方大部份的debuff 都不可以再生效 除非敵方的debuff 著名度無法免疫 騎兵線幾乎可以100%肯定 額外走4格 因為我相信你用騎兵的艾爾文 通常都會配獨角獸 如果劍職或槍職 你要視乎你身上戴的 是否混合兵種 例如劍職帶降夜勇士 你只會走3格 如果你的劍職帶回 假面女博 就可以額外走4格 身上攜帶的強化狀態 回合數不會減少 代表什麼 例如用這招光耀奔襲之前 如果你已經加了進擊的家戶 到牙爾文身上 或者加了個光輝 超轉到牙爾文身上 用這個光耀奔襲 因為會結束了一個回合 然後再攻擊 在這裡的代表就表示了 你身上戴著進擊的家戶 或者超絕的狀態回合數 是不會減少的 孤魏 COS1的被動技 當有軍死亡時 自身恢復部隊生命20% 兼且獲得一個叫孤魏 被攻擊前恢復30%生命值 以及戰鬥後造成傷害的30%生命值 持續一個回合 這招孤魏跟剛才介紹的招一樣 都是SP文的新技能 劍職、槍職、騎職的職業都一樣可以用到這招 但要留意 必須要透過有軍死亡時才可以發動到 戰前回血 再加戰後回血 非常適合獨自一個人的暫裝打法 這招我會覺得 始終是較PVP向的技能 但如果你PVE的話 都可以留意 可以透過犧牲的召喚物來達成這個條件 迎頭痛擊 1.7倍的戰鬥傷害 戰前將攻擊的20%加到防禦身上 並使敵軍 按了所有被動技能 持續兩個回合 兼且驅散不了 CD5的大招之一 配合光耀奔襲 加這個專屬裝備 CD-5 就能夠做到技能練法 戰前將攻擊的20%增加到防禦上 非常之有利於單打獨鬥 PVE和PVP都一樣好用 戰前鋒被動 在PVP來說 如果對方是一個無福音的難敵烏斯 就是一個惡夢 因為會透過這個被動 就會按了不屈兩條命 劍魂1.8倍傷害 兼且戰前驅散五個buff 兼且無法被治療 持續兩個回合 跟剛才型頭痛擊一樣 都是無法被驅散的 CD5大招之一 同樣都是配光耀奔襲 再加這個專武一起去用 CD-5 技能可以練法 在艾爾文原版本來說 獨有招牌技能 高配率 驅散五個強化 兼且金療 PVP上的大招來說 敵方即使吃了劍魂不死 亦都是因為驅散不到禁療的關係 基本上跟死人都沒什麼分別 如果PVE打這個SSSS5 即是4S5 戰前驅散了敵方的超絕強法 都是一招非常實用的一招 不滅的揮光 光輝超絕 可以令到光輝軍團有軍 攻防能力大幅提升 兼且生命80%以上時 戰鬥中造成傷害提升15% 持續四個回合 要留意這個增傷15% 是AOE不包括 因為著名是需要戰鬥中 打於遠古BOSS 腹金命無尼時都可以用 但留意我 只是拿去15%增傷的部分 被藍武盡力大力輸出 什麼叫攻防能力大幅提升呢 就是攻擊、智力提升20% 防禦提升20% 和魔防提升30% 大殼 攻擊單個敵軍造成1.3倍傷害 戰前驅散敵軍兩個強化效果 並且降攻降致20% 持續一個回合 CD短是兩個回合 即使你沒有成功發動到這個專武 減CD那邊 都可以很快可以再用到 配率雖然低了些 只是1.3倍 但可以戰前驅散兩個強化 兼且降攻降致 降攻降致最好用的是什麼呢 這招是PVE的挑戰關裡面 其中一招熱門的技能 因為BOSS用大絕的時候 你將它降攻降致 通常都會成功補命 或者是驅散了BOSS的關鍵BUFF 例如打永恆的神殿裡面的海怪 它有個深海AOE碟加的BUFF 你驅散了 又一樣可以補命的 來到武器的介紹 專屬裝備 全職業三個職業都用到 配著這個技能光耀奔襲 更顯尊貴 因為可以100%發動到 專屬裝備時鐘方面的技能 第二件介紹就是封印守護者 當你在沒有專屬之前的過渡物 騎積、劍積都可以用得到 第三把介紹就是強襲魔光劍 一把SR武器 當你是沒有封印過守護者之前的過渡物 條件式加15%攻擊力 但要留意槍積是用不到的 最後一把介紹就是拉格鴨洛克 如果你的槍積牙二文不拿專屬的話 就會用的 因為戰前故傷 配這個被動技壓制 就可以額外加多12%攻擊力 拐甲的部分 第一件介紹就是埃里亞斯之甲 可以用來增加製造量 吻合天賦和被動技孤魏的回血手段 第二件介紹就是鏡甲 被攻擊前故傷 可以觸發到被動技壓制加12%攻擊力 第三和第四件介紹就是血魂和瘋狂 多位PVP向分別是30%機率減傷近戰和軟戰 用來補命用的 好 來到介紹頭盔 首先第一頂介紹就是提爾之路人稱人拳頭 配合這個技能光耀奔襲用 可以穩定作出技能10%增傷 第二頂介紹就是吸血鬼 同樣都是配合光耀奔襲用 敵人兩格前停低再發動鋼房條件 最後一頂介紹就是埃里亞斯的頭 增加艾爾文的生存力 會比較適合PVE暫裝打法用 來到裝備最後介紹的飾品 第一個介紹就是神逸護徑 攻守兼備暫裝打法用 第二個介紹就是小紅蜜 加5%攻擊力之餘 加1%移動力 但要留意一下 奇蹟SP系統那邊是用不到的 第三個介紹就是精靈石之介 介紹其實不是介紹的 這個是不推薦 因為這個暫裝打法 被攻擊時就沒有租發這個技能 最後介紹一個是孤星蜂輪 就會推薦給騎職用 加10%攻會比其他加8%攻為高 也都吻合這個騎兵SP系統那邊 吻合兩格天賦沒有有軍不屈的要求 來到腐魔的部分 首先介紹就是滿月 可以額外加攻防 和可以最大化這個天賦增傷的輸出 原生的天賦和被動的孤魏的戰後血 也都可以幫到艾爾文 很輕鬆回到這個滿月80%血量的要求 第二個介紹就是輕鋒 除了傳統打法 幫這個腿短的劍職 或者槍職加移動力之外 騎職其實都有更加大的把握 當你去艾爾文太靠近敵方的時候 加了2的移動力 可以繞到身邊發動四格先制攻擊的天賦 兵種修正的部分 生命15% 攻擊35% 防禦35% 魔防15% 較為可惜 不是頂端的40%攻擊修正 以及生命修正比較低 只有15% 這算是一個上可接受的兵種修正分配 鑄木兵種首先介紹的獨角獸 SP 文就須好 但需要都是有強力兵種去扶持 獨角獸自大夜戰 可以令到艾爾文無視地形障礙移動 還有一個魔法傷害 令到艾爾文魔武兼備 敵人較難防範 因為沒可能敵人物防又高 魔防同時都高 但比較可惜的地方 只能在樹林山地和草地 那時候才有額外提升 限制來防會比較大 第二個介紹就是假面女僕 艾爾文劍少兵首選 可以幫助艾爾文發揮最大的攻擊力 要注意當你配合光耀奔襲時 混合部隊只能加3移動力 重裝槍兵 是艾爾文最硬的密防兵種 PVE站裝打法熱門之選 同樣要留意的 都是配這個技能 光耀奔襲時 混合部隊只能加3移動力 最後介紹的兵種是降翼勇士 非常之優秀的基礎屬性和技能 是一個頂尖兵種 跟艾爾文雙配 必然是一個混合部隊 但可以觸發到科技 地空協同 但亦都因為這樣 你配這個技能 光耀奔襲時 混合部隊 真的只能令這個降翼勇士 可以額外加多3移動力 好 我們今天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留言 放贊 訂閱 訂閱之後 打開旁邊有個小噹噹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